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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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从无间地狱放到这个地狱成界 无法菩萨告知我他是受他人影响 而对心灵法门起义 过后才一直在阳间恶口诽谤影响 他人莫学习心灵法门 说此法门非正信佛教 因情有可原 所以他在无间地狱受刑时间很短 可是还是要到这个恶口地狱受罚 旁边有一个台面 台面上放满了各种情句 句子 铁锤 尖锤 毛和我念不出名字的情句 鬼差也是像上空问话 大概意思是犯了什么罪 受刑多久 轻或重 这个鬼差不像在无间地狱的鬼差 很凶 也是身体很高大 两三个人那么大吧 样貌有点像非洲黑人 头大大的 鬼差随意拿起一个铁锤和几十个钉子 把女罪灵抓起来 放在一个台面上 台面上不知哪冒出来的绳索绑着罪灵 拿起铁锤 把钉子一根根钉进去罪灵的嘴巴 罪灵痛的大哭 邪与泪混合 看得我于心不忍 罪灵的意念传来 好疼呀 观世音菩萨 我知道错了 护法菩萨 请原谅我吧 快放我出地狱 我还要受情多久 我也是被其他人影响啊 无 无 无 罪灵的呼气声 菩萨光看到这里是泪流不止 地狱景象之二 邪音 杀生 恶口者 舵子地狱 这个地狱 有点像火烧地狱 天空是火红的 可是没那么热 罪灵多得不得了 有些躺在地上哀嚎 在等着柱子上 罪灵受刑完毕后 再来轮到他们受法 菩萨说 现在阳世的人 没有多少人信受佛法戒律 所以造业者甚多 地狱的鬼差 忙得不得了 每天都要惩戒很多罪灵 先说一下 这个地狱 一个个的柱子树立在地面上 大概粗略计算有400至500只柱子吧 这个地狱的下面是很热的溶浆 地表有泥土覆盖其上 所以泥土踩下去是热的 柱子里面是钉满了很多又大又尖的钉子 鬼差把罪灵用绳索绑在柱上 在柱子的旁边有一个手转轮 鬼差就转动那个轮子 柱子就转起来了 钉在柱子里的钉子就慢慢地转出来 瞬间钉子刺破罪灵全身 最灵痛的哀嚎 可是被绑在柱上 逃脱不得 肠子血从罪灵身上流了出来 我看到这里实在不想再看 让我联想起我去菜市场看到的血腥肠夜 鬼差就任由那个罪灵在柱上哀嚎 等兽刑时间一过 就把罪灵从柱上放下 随意丢在地上好像丢鸡鸭 然后就轮到另一个罪灵兽成见了 罪灵在这里是每天兽刑一次 直到刑满才放出地狱去投胎 杀生邪淫无数者多跺此地狱 这里的杀业包括堕胎 因为是杀人 尤其是已出成胎型的 怀孕二至三个月杀害动物 恶口诽谤者也是堕此地狱 弟子在2018年8月19日 又接到几个地狱的开始 观世音菩萨出现在佛台上方 观帝菩萨地藏王菩萨也到达 诸多天兵天将 布满观音堂上空 金光闪闪一片 观世音菩萨知道 我不愿由地府 慈悲地对我开示 我知你害怕 可现阳是造恶的人甚多 让你分享是 想让修习心灵法门的佛子警惕 听你师父之言 好好持戒 免惑三恶徒之苦 此趟地狱之游 我让地藏王菩萨领你下去 你莫害怕 地狱景象太可怕 我特意求过观世音菩萨 不想再看了 我害怕 说完 地藏王菩萨 打开地狱通道 带着我下去 不多时到达了 地藏王菩萨带我去了第一个地狱 是承戒敛财 及棒佛者 因现在阳世太多假法师 假居士 及一些不懂佛法因果之人 一直借用心灵法门名义 出佛身邪敛财 还有那不知好歹的佛门子弟 借佛敛财 还造口业者 趁早回头 向你师父忏悔 否则这些地狱惨象 将是你日后所见 敛财 出佛身邪 棒佛地狱 这个地狱 在一个大山洞里 七 八个足球场 那么大 四周很暗 大概粗略估计 有超过一千个大热锅 不规则的 散布在不同地方 很多罪灵在哀嚎 还有嘟嘟嘟的声音响起 过后我就明白 怎么回事了 最靠近我的一口锅里 有东西滚动 一个鬼拆 青色的头发 身影二至三个人那么高大 面孔有点疗牙 手拿着一把钝刀 把一个罪灵很粗暴地 按到一个石台上 手起刀落 砍完手脚 丢去附近 滚废的一口锅 罪灵痛的两个眼睛瞪大 意识还是清醒的 以前看的无间地狱的罪灵 是痛得晕过去 过后又被体内溶僵 痛醒又晕过去 直到体内溶僵 在体内吸溺 可是不久又会被鬼拆 喂送溶僵进体内 直到罪灵刑罚完毕 才放出去 这个地狱的罪灵意识 是完全清醒的 只是痛得 不会说话 眼睛暴突 地狱真的太可怕 鬼拆又走回去 拿了一个挖心的煎物 把罪灵的胸口剖开 把心挖出来 把肚子剖开 肠子拉出来 放到一个铁盘子里 放在一个火炉上烹 煮熟倒给一旁的地狱狗吃 这个地狱狗全身黑的 很凶 很快就把罪灵的心肺 尝吃掉 罪灵这时候已经痛得 把自己的舌头往死里咬 眼睛暴突 没手也没脚 可怕至极 可是意识 还是清醒的 地藏王菩萨说 狼心狗废者 欺师灭祖 物尊师重道 还四处毁坏佛法的人 将来就投生这个地狱 不久 地藏王菩萨 打开另一个通道 带我去看邪淫大地狱 暴住 火住 地狱 惩戒邪 淫乱男女 这个地狱 空气很温热 很多黑黑的铜柱树立在地表上 应该有七千只以上 空气里有很臭的烤肉的味道 很多喊叫声 一直响起 一个男罪灵有两个鬼差 拉着往铜柱走 奇怪 这个地狱的罪灵 一点反抗也没有 脸上还出现 很梦幻的表情 我一脸疑惑 菩萨点罪灵的阿赖耶诗 第八异诗 给我看 原来呈现在罪灵面前两个很丑很凶的鬼差 竟然是两个裸体的美女 是罪灵脑中的谐音意识 铜柱是一张床 看到这里 我傻眼了 因为鬼差长得无比奇丑 男罪灵有鬼差领着抱住铜柱 我看起来黑黑的铜柱 原来是烧得滚烫 直到发黑的铜柱 罪灵的痛喊声响起 皮肤在接触到铜柱的时候 瞬间烤黑 粘在铜柱上 红色的血水 混合皮肉的烤焦声 让我想到阳间的烧烤 这个可是活生生的人 灵体 被烤啊 太恐怖了 接着 菩萨又带我去另一个地狱 铁床大地狱 惩戒谐 淫乱 烂焦 堕胎男女 这个地狱 布满很多的铁床 差不多 有五千多张床以上 这些铁床的设计 有现代的 有古代的 有欧美风的 男男女女全部一丝不挂 躺在铁床上受罪 有不同肤色的罪灵 铁床下有编号 一个鬼差向我走来 带我去到一个男罪灵的床前 说 这个罪灵 在杨氏和十多个女人淫乱 所以从分池地狱处罚完后 送来这里受罚 过后头畜生 鬼差又领我 走向另一张铁床 一个女罪灵 躺在铁床上 忍着痛苦 劈头散发 看脸孔 长得很漂亮 不像刚才那个男罪灵 因为吓过糞池 地狱全身黑黑 又有虫肯咬过的伤口 之前分享过的糞池地狱 糞池臭不可闻 池里有不知名的虫 肯咬堕落地狱的罪灵 只要罪灵脑中淫欲的念头一起 这个铁床下面就有火冒起 把铁床上的钉子烧得热红红 罪灵就躺在哪里哀嚎受恐 淫欲念头一从脑中消失 火就熄灭 刑罚时间完毕 再放出地狱投胎 这个女罪灵以后 投一个很贫穷的国家 因她邪淫罪业比较小 只是婚外情 而且只是一个对象 杨氏爱好淫欲及男女关系混乱的人 以后都是头畜生 看到这里 菩萨叫鬼差 领我走向一个电梯 鬼差按下一次键 电梯往上升 电梯门一开 我被鬼差推出门外 我从昏睡的意识中清醒 答 淫欲 人行畜生时 到最后就变成畜生 这种早就有了 很多书上 很多宗教都有 不同宗教都有通灵的人 下去看 看了之后 上来讲出来的都一样 为什么一样 因为地狱还是老秧子 人为什么要好好修心 为什么要放纵自己 人行畜生时 这些都是真的 你们做噩梦的时候 醒不过来 像不像真的 以后受罪就是这样 梦里用刀砍你的时候 感觉像真的吗 痛得哇哇叫 很多人会从梦中惊醒 犯邪淫 一个就已经这么受罪了 你们自己心中想一想 邪淫过几个 过去的老妈妈 老伯伯 老老实实 就一个 你们现在有几个 已经有业障了 为什么让你们要好好修心 当你们一旦修心发大远之后 过去的这些罪业 慢慢就会消掉 师父为什么这么着急 你们想下去做罪灵吗 肮脏得不得了 哪个畜生穿衣服的 你们做畜生事情的时候穿衣服吗 邪淫三个五个以上的 全部要好好忏悔 现在就是在忏悔过去的业障 否则准备下去吧 还有诽谤也是 在学佛中 我们必须要严守戒律 然后不停地修心 念经 经济 真的就能把自己过去的 这些业障消掉 否则哪辈子能消掉 -20118-9-6来信答疑 253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